日本首相菅義偉早前訪美 在日本繼三月美、日、澳、印 四國首腦視像峰會之後 再以行動展示 與美國走勤 《環球時報》評論文章指出 日本過去總不能好好獲得 以及發揮國際影響力 原因並不在於有美國這棵大樹 阻擋、抑制 也不是日本的國際身份不夠 經濟實力不強 而是另有原因 文章指出 國際秩序影響力的發揮 需要有大歷史觀 再者更加不容許是 霸權強權勢力的維護者、屈從者 不應該為一己之利 而充當矛盾的製造者 文章指出 日本無能力加入全球疫苗研發行列 作為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方 疫苗接種只是處於非洲國家的水平 多少反映了日本在很多方面的落後 廣場協議之後 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已經不能同日而語 文章總結 雖然奸義為政府堅持在經濟、抗疫上落功夫 但與此同時 又急於在外交和國際政治操作上灑手腕 根本無益於追求國際主導性的大國地位 反而只會令日本在群境內越陷越深